创世基金会为植物人进行圆梦下午茶 高雄有一位刘先生 他的太太去年在浴室跌倒成了植物人 刘先生便死掉工作 每天带着老婆到医院针灸附件 希望有一天能够康复 带她回到过去经常约会的地方 在一起喝下午茶 来看到这段感人的故事 在公益歌手的悠扬歌声中 刘大哥推着亲爱的老婆宝姐 再次走上红毯 在品尝精致的下午茶之前 还特别准备宝姐最爱的玫瑰花送给她 宝姐 刘大哥准备了美丽的玫瑰花要送给你 深情地给宝姐一个吻 夫妻两人开始品尝美味的下午茶 刘大哥将咖啡轻轻沾在宝姐的嘴唇 接着宝姐自己张开嘴 一口一口感受蛋糕和刘大哥的甜蜜滋味 去年宝姐在浴室跌倒送衣后 呈现植物人的状态 从那时候起 刘大哥不放弃希望辞掉工作 独自照顾宝姐 过去不懂得浪漫的刘大哥 希望有一天能再带宝姐去喝下午茶 创世基金会为了帮植物人圆梦将在七夕情人节之前 举办爱在一起公益餐会 现场除了有精致料理还有高雄市爱的歌声关怀协会等单位精彩演出 那我们按在一起的公益餐会呢 我们会在8月26号的礼拜六中午在大八大饭店举办 那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 帮助创世帮助植物人双轨的服务 那希望可以大家一起来 8月的公益餐会 还有刘大哥和宝姐互相扶持的动人故事为电影首播 只要捐款1200元就能索取入场餐券 欢迎民众用爱情支持一起为植物人圆梦 港东新闻王思武 许出凯 采放报导